燕儿手术后的第八天 齐悦来给她拆线 家里人都闻讯来看了 待看到那孩子唇上的红痕 所有人都发出一声惊呼 基本大家都没看到过燕儿唇裂的模样 因此看到这样的伤口都吓坏了 觉得这简直太恐怖了 而长春兰则欢喜得掉眼泪 相比于曾经的模样 如今女儿的模样已经好多了 大概半年伤口就长好了 齐悦笑道将面筋给燕儿蒙上 这三个月呢还是别被日光照着 这还不算好 大家都愣了下 长春兰更是不敢置信 半年之后 她迟疑一下问道 半年之后就长好了 红痕也就消失了 嗯 不过 这条红和疤痕 估计是消不掉了 唉 站近了看 还是很明显的 说到这里 她叹口气 没办法 还是做不到最好 长春兰 呜呜呜呜地哭起来 你看大姐 这个医疗手段不完备 齐悦忙安慰道 不是 这就空好了 长春兰拉着齐悦哭道 就要下跪 月娘 我 我谢谢你 齐悦笑着 忙掺住她 这边 长春兰 长春兰又拉燕儿 过来跪歇 大姐 燕儿要歇的 不是我 齐悦看着她 郑重说道 一面拉过燕儿 面向长春兰 她要歇的是你 是你留着她的命 让她有机会被我救治 是你千辛万苦地将她喂养大 也是你 枕着白眼嫌弃 呵护她 大姐 别人都说你胆子小 软弱可欺 但是我觉得 你却是胆子很大 你谁都坚强勇敢 燕儿今生是不幸的 但有你这样的母亲 又是大幸 她说着话 推着燕儿 燕儿 去 拜谢你母亲的大恩 她说道 燕儿立刻就冲长春兰 跪下了 郑重地叩头 燕儿 谢母亲 生养不弃之恩 她刚刚拆线 说话更加的不利索 但这句话 却是用最大的力气 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长春兰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抱着燕儿放声大哭 屋子里其他人 也都擦眼泪 三小姐甚至哭着抱着二小姐都站不住 这边的热闹 谢氏不会来凑 此时 荣安院里 她正欣喜若狂 定西侯将一封折子 放在桌子上 你猜猜 皇帝怎么批复的 她说道 那折子还是封着的 显然 她也没看 对于皇帝亲自批复的折子 定西侯也有些年头没见过了 一时间 有些害怕 竟不敢打开看 这要是准了呢 她在谢氏面前 可是摆足了威风得意 要是皇帝一通臭骂呢 那就是骂的谢氏 都是这女人的主意 可不关她定西侯的事 谢氏可不理会她这些小心思 伸着颤抖的手 就拿过来拆开了 谢氏拆开了折子 一眼扫过 就愣了 定西侯在谢氏拿过折子的时候 深吸几口气 让自己镇定下来 才镇定下来 看着谢氏的脸色 立刻又慌了 说了什么 准了还是不准呢 谢氏看着折子 神情有些古怪 这不知道啊 她说道 一面将折子递给她 侯爷 您看看 这是准了还是不准呢 什么叫不知道 不识字吗 定西侯皱眉 一把拿过 然后她也愣住了 朱红的大字在折子上 很是显慕 皇帝折子 一向是简洁明了 曾有几个御史 洋洋洒洒的 写了几十张奏折 诉说某某事情 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不能提倡 怎么怎么就霍国殃民了 皇帝看了后 就只回复了她一个字 滚 简洁明了爽快犀利 于是 那御史就滚了 御皇帝轻 与其祖父父亲两位皇帝不同 或许是因为第三代的缘故 比起苦出身的高祖 以及跟随高祖打过天下的 太宗中正 这位皇帝 性子呀 有些乖长 喜怒善变 所以 顶熙猴很忐忑啊 当然 这次回复顶熙猴的折子 不是一个滚字 而是 好几个字 夫妻之事 夫妻若同意 甘震何时啊 顶熙猴念了出来 念完 看着谢氏 是准了 还是不准呢 他也问道 废无草包 谢氏心里骂了一句 夫妻二人 一直研究了一晚上 终于明白皇帝说的意思了 皇帝的意思是 咱们夫妻两个的事 咱们如果愿意了 他不过问 顶熙猴带着一脸嘲笑 你傻呀 什么咱们夫妻 难道是 我要娶夫人吗 他说道 同时嘀咕 其实 我也不介意 再娶一个 哈哈哈哈 谢氏气得不得了 冷笑一声 你也得有那福气啊 他说道 有本事 你也一走离家三年 有本事 你也在漠北苦寒之地 真刀真枪的 跟东奴打仗啊 有本事 你也身上受个七八个刀剑伤 想到这里 谢氏忍不住哭起来 我的儿 你受苦了 你哭什么哭嘛 这是高兴的事 女人的眼泪 她就是不值钱 我没你那么铁石心肠 谢氏流着泪反驳 顶溪猴 懒得和脑子不清楚的女人计较 坐在一旁 看着折子 不时地黑黑笑 这可是皇帝给他的面子 可见 在皇帝眼里 还是把他当自己人的 肯管他这家事 去 叫他们夫妻过来 问问他们 问 问什么 这种事 哪里用得着问他们 咱们长家取其那切 开枝散叶 那是天经地义的 怎么 他们还能不同意 那成了什么了 顶溪猴一想 也是 说起来 自己的膝下 也真是寂寥啊 儿子有工有业 也是时候 多养些子女了 不过 山东饶着那个姑娘 怎么样啊 既然皇帝开口了 那不如咱们 公开一下 说不定 有更好的人家 肯与咱们家结亲呢 就凭着皇帝 亲自披折子准雪 这是多大的脸面 到时候 不知道多少人家 要争着抢着 和他结亲呢 单单便宜饶家 凭什么 谢氏立刻知道 定西侯打的什么主意了 侯爷 我可做不来 那么无情无义的事 他站起来说道 人家好好的姑娘家 在咱们还未定下 成与不成的时候 就愿意等着 不怕耽搁了自己 饶家这也是放下了身段 如今事成了 你却要翻脸不认 你这算是什么行径 传出去 咱们云城还怎么见人呢 啊 定西侯没说话 还在琢磨 再说 这事能成 你真以为 只是靠着咱们呢 要不是二夫人 求了董妃娘娘 听到这个 定西侯忍不住接过话 也不竟然是她 我还给皇后娘娘 送去了一筐芋头 她说道 谢氏气得瞪眼 定西侯也觉得 自己的鱼头 比不上董妃的得宠 善善笑笑 不言语了 那董妃娘娘 为什么会帮忙 还不是看在 山东饶家的面子上 咱们如今事成了 就要过河拆桥 我敢保证 不等那些人家 来抢着和咱们结亲 皇帝就能找个室友 斥责咱们 谢氏气呼呼地说道 定西侯叹口气 真是可惜 这么风光的事 却不能生长 世上还有笔锦衣夜行 更令人难受的是吗 那我不管了 你们看着办 她异性阑珊 摆摆手 打着哈欠 一晚上没好好睡 真是不行了 想到书房里新天的 那个小丫头 水水嫩嫩的 不由心痒痒 起身就走 柳姨娘那边 请了你好几次了 你呀 也往那边走一走 谢氏心情好 便顺便做了个人情 顶西侯 呃呃啊啊啊两句 也不知道 听到没听到 就走了 谢氏也不再理会 乐滋滋地摸着折子 去 告诉二夫人 她说道 又站起来 啊不 我亲自去 走了几步 又想着 呃要不然 呃要不然先叫云成来 告诉她 让她也高兴高兴 苏妈妈帮她提上斗篷 呵呵呵 夫人 一先一后 也差不过一个时辰 她笑道 谢氏也笑了 呵呵 我都慌得不行了 她伸手 扶着心口 笑道 我这是第一次 娶儿媳妇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苏妈妈 你可得帮我呢 她抓着苏妈妈的手 说道 呵呵 到时候啊 只要夫人一开口 帮忙的人 多了去了 我能不能帮上 还不一定呢 苏妈妈笑道 谢氏也笑了 二人一前一后的出了门 只往二夫人那边去了 这边 长云成和齐悦 才要吃早饭 而且还是在屋子里 没去饭厅 丫头们低着头 将饭菜摆好 迷茜间 那种 欢好过后的 以泥 让他们都红了脸 匆匆的 就逃了出去 吃这个 啊 齐悦说道 长云成 立刻捡过一块 炸果子 递过去 放在齐悦 张开的嘴里 还要吃什么 嗯 不吃了 齐悦 往后边的 银枕上靠去 懒洋洋的说道 才吃这点 长云成皱眉说道 从对面坐过来 伸手拉他 快起来 再吃点 齐悦不起来 累死了 睡不下 他瞪眼说道 长云成笑了 放下碗筷 抓住他的脚 我帮你揉揉 他低声说道 伸手 沿着小腿 就往上走 齐悦抬脚踢他 长云成大笑着 将他揽在怀里 我累坏你了 我喂饱你 他在他耳边 逼笑道 齐悦背着声音 背着话 记得身子发软 伸手狠狠地 捏了他的腰 长云成不理会 捡着饭菜喂他 齐悦无法 只得一口口地吃下去 这顿饭一直吃了小半个时辰 吃过饭 齐悦要看书 长云成又贴过来 喂 你不出去转转啊 你想出去 长云成在他头发上蹭了又蹭 真是奇怪 怎么哪里都是香香的 齐悦晃头 伸手推他 你别总跟着我了 你出去玩吧 他说道 长云成拉下脸 抱负似的 将他安在怀里 一会儿我要去千金堂 今天还要讲课呢 要从他怀里睁开 真是 怎么这么大人了 像个小孩子似的 腻歪歪的 以前也不这样啊 我也去 长云成跟着起身 长云成 你多大了 长云成伸手拉过他 低头看着他 我就要走了 月娘 他眼神深深地说道 齐悦立刻举手投降 好吧好吧 他对小孩子 最没抵抗力了 他伸手 搂住长云成的脖子 笑着垫着脚 亲了下他的下巴 长云成立刻将他抱起来 喂 我陪你的事很多呢 可不是 只有那个 齐悦按着他的肩头 低头看着男人的脸 笑道 那还能做什么 长云成说道 伸手捏着他肉肉的臀肉 齐悦就笑 伸手拍他 比如我陪你弹琴啊 比如我们去逛街啊 比如出去吃饭啊 再比如去爬爬山 郊游什么的 他笑道 低下头 咬了口这男人的鼻子 男人总在床上混床单的 混床单 长云成大笑 张口咬了下这女人的小肉下巴 好 我在家里还有时间 我们一样一样的懒 那现在去弹琴 你弹琴 我看书 齐悦 眯眯眼笑道 长云成将他用力的搂了下 不行 他说道 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 将他放下来 拉着往书房走 齐悦笑着 任他拉着 二人出了屋子 刚走出院门 就见两个小丫头过来了 狮子爷 他们停下脚 失礼 低着头 目光溜了眼 长云成和齐悦 拉着的手上 只问候了狮子爷 并没有对少夫人失礼 不用说 这肯定是谢氏身边的丫头 长云成松开了手 齐悦看了他一眼 抿嘴一笑 往后站了站 没说话 乌人请你过去一趟 丫头说道 长云成呕了声 回头看齐悦 去吧 我正好出门去 长云成的脸 顿时拉了下来 齐悦抿嘴 伸手戳他一下 推了他 骗你的傻瓜 我在书房等你 长云成这才笑了 跟着两个小丫头走了 不时的回头看一眼 见那女人 果然向书房那边走去 他回头看 齐悦也回头看 一开始冲他眼嘴笑 再走远一些 便看不清楚了 只看到那女人 充自己摆摆手 在前边带路的两个小丫头 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惊诧 以及困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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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像是 依依不舍 可是 在家里 两个人 有什么依依不舍的 长云成带着笑 一路到了谢氏门前 进屋子前 收正神情 丫头喊了声 世子爷来了 打起帘子 长云成进了屋子 看着谢氏正在敷脸 母亲 你出去了 他问道 谢氏摁了声 在坑上坐好 接过丫头递来的手炉 笑容满面 母亲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长云成难得见母亲 这样高兴 忙问道 一面坐下来 谢氏笑了 那女人呢 他想到什么 问道 不知道 在屋子里看书吧 长云成带着几分 不在乎说道 是不是 在背后 又嚼念我什么呢 没有 他说母亲 不让他请安伺候 很难过呢 真的假的 他会难过 高兴还来不及吧 长云成 借着喝茶掩饰 含糊说了声 真的 母亲 母亲今天叫我来 就是问他 他放下茶杯 说道 谢氏笑了 果然 丢开这个话题 就是啊 说他做什么呢 真是扫兴 他以后 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只是不理会他 虽然 婆媳这样 关系终归不好 但日子长了 也许会慢慢的好起来 总比现在这样 见了面就吵闹要好 长云成 摁了声 含糊过去 云成 你大喜了 谢氏呼的说道 长云成 有些走神 想着 那女人在自己的书房 做什么 骤然被谢氏的 一声大喜 说得一愣 什么 他不解地问道 谢氏满脸笑意 你要成亲了 他笑道 长云成瞪大眼 母亲不会是 气得糊涂了吧 他吓得站起来 立刻就要找大夫 谢氏又是笑又是气的 让他坐下 别人的妻子啊 都是名门闺秀 只有你 被那老妇害得是 守得这贱闭 走到哪里都被人笑话 谢氏感叹道 其实 也没有人笑 男人们在一起 谁谈论这个啊 还不如说 谁的女人漂亮呢 要是论这个 月娘拿出去 也不会被人笑 反而会被人羡慕 想到这里 他不由带着几分 沾沾自喜 嘴角露出笑意 你 你笑什么笑啊 谢氏正说得难过 抬头 却见长云成 咧着嘴笑 长云成 忙受住笑 是 不是 是我 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合适 但知道 实话实说 一定不合适 母亲还是关心我的 听他这样说 谢氏笑了 我不关心你 谁关心你啊 他感叹道 命人 去二夫人那 带来的桂花糕 给世子爷吃 长云成 松了口气 悄悄抹了把汗 对 我刚才 说到哪里了 谢氏背着一打岔 忘了要说什么 回过神 又忙接着说道 你呀 要成亲了 长云成 尝了口桂花糕 甜甜的 那女人爱吃这个 正要给谢氏说 带回去一些 当宵夜吃 就又听到这句话 母亲 你到底说什么呢 我已经成亲了 那个不算 我要你娶一个 真真正正的妻子 我千挑万选的好妻子 将与你 琴瑟和鸣的好妻子 谢氏正容说道 长云成放下桂花糕 知道事情不一般了 谢氏拿过一旁的奏折 递给长云成 你瞧瞧吧 你父亲呢 终于办了件 当父亲该办的事了 他缓缓说道 长云成伸手接过 看完了 神色复杂 母亲是说 我要 他抬起头 迟疑道 你呀 要再娶一个妻子了 你这种云下桂花糕 你带我